我们来看第六题,这边它就有一间公司从2010年到2014年的那个盈利或者是亏损 所以它这边是写Profit,但是它应该是写Profit or Loss 因为这个是盈利,这个是亏损,所以它的答案是immedium,这个是13,这个是10,这个是-2,这个是-5,这个是-8 好,然后in which year came maximum profit,what was the non-maximum profit 所以当时在2014年,2010年这一年,然后它的maximum profit是RM13M 好,B in which year starts incurring loss,what was the loss in that year 所以这一年的时候它开始亏损,所以是2012年 然后loss的多少钱呢,所以它loss的RM2M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C的 OK,what was the profit or loss in 2014 2014年它是negative的,代表它是loss 所以它是loss ok,然后loss RM8M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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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s RM8M 然后第一,在2015年 它增加了11M 它增加了11M的profit compared to 2014年 然后它增加了11M 它原本是-8 所以-8加11,我拿到的是3 所以在这一边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3 这样 ok,这个是我的201 3 然后我拿到粉红色 然后我拿到粉红色 好漂亮 这个粉红色 好美心 好爱上它这个粉红色 好,来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图形 所以它增加了 所以它增加了12M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是3 所以我全部加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有13加10加3 我加起来的是26 我亏数的部分 我有2加5加8 加起来是15 这个是我的profit 这个是我的loss 我发现我的profit loss的情况之下 这样我最后还是有profit 然后我拿26-15的话 我拿到的是11 所以它是profit rm11 million ok 所以答案是profit rm11 million